3 2 1 請啟動 中和青年宅 請新公共托育中心 秀豐市民活動中心正式啟動 黑喜幸福小屋 象徵中和青年宅 公托中心 和秀豐市民活動中心正式開幕 新北市長朱立倫 還抱起寶寶與孩童互動 現場跟邀請公托小朋友 帶來舞蹈表演 小小孩可愛逗趣的模樣 家長和老師閃光燈閃個不停 新北第50家托育中心成立 又加上公司力合作聯盟的 86家私托 預計招收超過6000名幼童 幫助許多家庭解決托育問題 86間的公共托育聯盟 也有3000多名的孩子 在我們的私立 但是是公共托育聯盟 跟我們合作 所以我們新北市在托育中心 不管是公立或合作聯盟的 已經有6000多個孩子 我們應該要 補設公共托育中心 不管是在各個學校裡面 各個社會住宅各個地方 我們用公共托育中心 來支持年輕的朋友 支持年輕的爸爸媽媽 我覺得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中和青年住宅是新北首座設置公托中心 和活動中心的貨搜宅 不只讓年輕人有個安心的居住場所 更讓長輩小孩有快樂悠遊的天地 活動中心將會定期舉辦 銀髮健康促進課程 鼓勵爺奶們走出家門 落實在地樂活 在地救養 未來我們會辦理更多元的活動 共餐 動健康 還有各種課程 也歡迎各位中和的鄉親 還有兄弟的里民 大家一起來參加 你一起來參加 我會辦得更勤快 打造友善城市 需靠中央地方一同努力 未來無故細止 也將設立公托中心 讓市民朋友可以歡喜聲快樂養 數位天空新聞 眾科報導